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更加的稳定了 所以除了南部地区 那么这个是有降雨的几率是30%之外 其他地区 北部地区 中部地区 以及东部地区 还有离岛的金门 马祖 澎湖地区 降雨几率都很低 都不到10% 今天可能还是会有五后雷阵雨 不过范围更加的缩小 可能会比较集中在南部的山区 就连平地五后雷阵雨的几率 都大幅度的降低 所以这是今天更加的稳定 而更加稳定的天气状况 高温的地方就持续的扩散更多了 好我们主要来看这个高温的资讯好了 那么中央气象局提醒了几个地方 在今天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包括了北部地区的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一直到苗栗县 今天中午前后都可能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在中部地区的台中彰化 也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到了南部地区 云林县 嘉义县市 台南市 高雄市 以及屏东县也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在东部地区 花莲 台东都可能会在中午前后 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这样子点算下来呢 大概除了宜兰县 然后这个南投县 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 澎湖地区之外 每一个县市都被点名到了 请大家注意 还有新竹县市 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呢 每一个县市都被点名到高温资讯 又是一个红通通的红番薯了 不过呢 今天呢 有一个这个南部地区的天气变化 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 就是呢 目前呢 位于旅宋岛上 旅宋岛这个上空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好 那么它已经形成了 形成了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预估呢 明天会进一步形成 这七月份以来的 第一个台风 今年的第四号台风 可能会被命名为泰例 那么不过呢 它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它的这个处于一个 大的低气压带 所以呢 这个大的低气压带呢 对于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它会带来比较多的水汽 所以未来几天从明天礼拜六礼拜天 一直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 它都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水汽增加 尤其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增加 好 这是未来几天呢 可能出现的变化 今天稳定高温 请大家注意防晒防中暑都补充水分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现在已经29度了 台中台南台东跟澎湖28度 然后高雄26度 宜兰跟花莲27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47点 收盘指数是34395点 涨幅0.14% 纳斯达克大涨了219点 收盘指数是14138点 涨幅1.58%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37点 收盘指数是4509.97点 涨幅0.85% 费成半导体则是大涨了75.66点 收盘指数是3797.13点 涨幅2.03% 从刚刚的四大指数的数字里头 你就很明显的看到科技类股 其实是远比一般类股要来的强的 七大科技公司全数上涨 尤其呢是以AI代表性的 这个NVIDIA呢涨幅更是大 苹果涨了0.41% 微软涨了1.62% Google涨了4.72% 亚马逊呢涨了2.68% NVIDIA涨了4.73% 就是这前七大科技公司涨幅最大的 特斯拉呢也涨了2.17% META呢涨了1.32%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科技类股非常的强 反而呢是能源类股啦 还有一些这一种 像沃尔玛啦 波克夏啦 联合健康保险啦 里来公司呢是下跌的 好这里面呢看到不一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但是呢虽然能源类股是下跌 可是其实油价是上涨 而且是连续上涨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1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6.89美元 涨幅1.5% 再度的创下了4月25号以来的新高数字 派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2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1.36美元 涨幅1.56美元 这是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从4月24号以来的收盘最高价 而且也突破了一桶80美元的关卡 这也使得呢俄罗斯的出口原油 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跟欧洲 G7他们当时呢所设定的最高不能超过一桶60美元 它其实在前几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是农粮价格的部分 也是全数上涨的 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2.7% 那么芝加哥小麦期货上涨了1.19% 芝加哥玉米期货大涨了3.67% 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也是全数上涨 那么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美国昨天公布的 不管是PPI生产者物价指数 又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的相关数字呢 都凸显出来通膨似乎真的降温到 联准会可能未来只会升息一麻 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讯号啊 是有联准会传声筒之称的 化解日报记者Tim Rose 他呢就撰文指出 因为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大家知道前一天呢 他已经降到了3%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更进一步的只有 只有年增 只有这个月年增 0.1% 都比预期还五月份的数字来的低 太多了 而这些数据就有助于美国联准会 7月升息完了之后 可能就不会再升息了 好Tim Rose呢释放出了一个很强烈的讯号 所以美云指数呢 昨天继续的狂扁 然后已经扁破了100的关卡 来到99.76 美云指数呢大幅度的下滑 那么就使得黄金白银 这些这个贵金属上涨 不过这里面就要观察的是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只有小涨了2.1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963.80美元 涨幅0.11% 虽然也是上涨 不过而且也来到了6月16号以来的新高 不过因为美元指数呢 跌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的涨幅来看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另外呢白银的期货呢 是涨了2.63% 那么铜的期货涨了2.26%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0.94% 美元指数呢跌破了100的关卡 来到99.75 那么这是15个月来 美元呢指数首度的跌破了100的关卡 这里面呢欧元对美元创下了 今年来的不但是最高 而且呢它创下了最长的涨势 那么欧元对美元涨了0.8% 那么英镑呢对美元涨了1.08% 那支援对美元呢也小涨了0.29% 至于在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市报版本股价指数上涨了24点 涨幅0.32%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36点 涨幅0.5% 德国反映客指数上涨了118点 涨幅0.74%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美国的经济数据凸显出来呢 那么美国联准会最可能参考的一些通货膨胀的这些数字呢 显现出来对于通货膨胀有一定的控制这件事情 美国联准会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 虽然并不是真的完全的不受影响 但是现在市场的乐观气氛非常的浓厚 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 华尔街日报的有联准会传声筒支撑的 Nick Timrose 他认为这个数据是有助于联准会在7月升息一次之后呢 就不再升息 好这个消息呢 那么昨天呢最明显的数字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生产者物价指数呢 年增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 跟去年同期相比啊 那么创下了三年来的最小征服 如果说是跟前一个月 就五月相比的话呢 月增也只有百分之零点一 这两个不管是年增或月增 它的数字呢都低于五月的数字 而且呢也比预期要来的低很多 另外呢在核心PPI扣除掉能源 以及这个食物变动幅度比较大的这些项目呢 年增百分之二点四 比一般的要来的高 因为确实能源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去年能源是在很高的高点 而现在呢就相对的低点 其实有压低了生产者的这个物价指数 那么核心CPI呢 核心PPI呢是百分之二点四 比预期还有比前一个月也都要来的低 好这个呢是我们所明显的看到呢 又一个指标显示通膨有一定程度的控制 而另外一方面呢就业市场还是非常的热络 那么初次勤领事业就金人数只有23万7千人 也比预期低也比前一周要来的低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说通膨退烧的情况之下呢 高盛估计这个美元指数将从15个月的低点 还要再进一步的走低 好这是高盛的最新的一个看法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欧洲央行 昨天公布的会议纪要呢 则显示决策者对于7月进一步升息呢 采取的是开放态度 因为呢目前似乎没有足够的证据 那么证明欧洲的通膨已经出现了转折点 所以他们认为未来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所以在欧洲还要升息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欧元还在声不停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联合国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报告显示 在过去这20年2002年到2022年这20年呢 全球的公共债务就各个国家所借的钱呢 高达92兆美元 这已经是大概达到了这个全球GDP的90% 那么20年来已经暴增了4倍 那可以凸显来各国呢 其实现在拼命的借钱的一个状况 另外在欧洲的情况呢 是英国的公布5月份的经济成长率 那么跟4月份相比 月减了0.1% 萎缩了0.1% 比4月的表现差一点 但应该呢 还可以逃过衰退 另外欧元区呢 5月份的工业生产 月增0.2% 低于4月份的月增1% 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其实是德国 德国的工业生产呢 是月减0.2% 是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当中呢 唯一负成长的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德国央行 昨天呢 公布他们去年的明目GDP 是1兆6700亿美元 那如果就全球排名的话呢 已经调出了前10名 甚至于排名只有第13名 落后于巴西澳洲 甚至于呢 俄罗斯反而是第9名 它的名次不减反征 好这个是德国的 韩国的这个最新的 这个评估 当然这里面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经济表现不好 再加上呢 韩缓贬值的幅度相当的大 使得它以美元计价的 这个幅度呢 就变成的这个衰退蛮多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拜布兰特原油 已经占上80美元了 昨天呢 IEA跟OPE OPE 就石油输出国组织 跟国际能源署呢 都公布了他们最新的 对于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测 哎真的很不一样 在OPE呢 还上调了今年的 全球需求 以及明年的全球需求 那么可是IEA呢 国际能源署呢 则是下调今年的石油需求 以及下调明年的石油需求 好当然都是增加 只是呢增加的幅度呢 IEA降降 然后呢这个OPE上升 不过两边都认为 目前在供给上面减产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呢 美元指数下滑 然后连准会可能未来 再升息一次之后 就不会再升息 所以对于未来需求呢 认为可能会增加 我们就看到说呢 这个认为现在 供不应求的状况 两边都认为供不应求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Intel呢宣布 要在中国大陆呢 推出呢 降规版的 人工这个AI晶片 跟这个NVIDIA的这个降规版的 AI晶片来抢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好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昨天公布了6月的进出口 衰退都是扩大的 以出口的部分呢 那么年减12.4% 比预期的年减10% 跟5月的年减7.5% 都要来的扩大 进口的部分呢 也是衰退幅度扩大 年减6.8% 而且连续四个月都是负成长的 好不过昨天呢 这个人民币在美元呢 弱势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反弹 新台币昨天更是强势的反弹 而陆港股的部分 昨天都是上涨的强势反弹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40点 收盘指数3236点 涨幅1.26% 深圳层指上涨了176点 收盘指数是 这个11096点 涨幅1.61% 香港恒生指数更是大涨了495点 收盘指数19356点 涨幅2.63% 至于台北股市的部分 昨天股会双涨 那么股市的部分呢 一度曾经大涨261点 不过最后呢 这个在12点半过后呢 急速的杀低 最后只有小涨上涨了99点 收盘指数17061点 涨幅0.59% 那么占上了17000点之下 而且收复了月线 另外在会市的部分呢 更是强升了1.52角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成 1.53% 3.5% 1.75% 好 1.5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